第八百九十四集 十八位最高的人 瞬息间再度祭出好几块令牌 他宣布道 八位神君布真 十八位尊者 配合一百八十位神王境 再布一阵 哪怕夜市天 真的是河道境武者 也给硬生生磨死 夜市天 你就算河道境又如何 本长老钦点 魂足八位河道境长老 十八位混元境护法 一百八十位神王境弟子 来诛杀你 还不信你能活着 遵命 明白 八道声音出现 随之身影从天而落 分别占据八卦之位 势必封杀夜沉 近乎同时 八位河道境长老 祭出八柄河道神器 相互勾连在一起 形成一座八卦乾坤镇 无数闪烁的光滑浮现其中 一股股毁灭力量溢出 下一刻 十八位混元境 一百八十位神王境弟子 也出现了 天穷中 诸多魂足强者飞来 十八位护法 一百八十位弟子 组成三重天地人三才阵 在八卦乾坤镇之外 将夜沉封锁得严严实实的 杀 日月斩空 乾坤一击 夜沉爆发自己最强的攻击 同时调动七柄神王器 三柄混元仙器 一同发动猛攻 却是反弹回来了 身上的衣服碎裂了几分 只能依靠诸多兵刃 抵挡阵法的攻击 他毕竟还抱着脊灵 根本没有办法施展手脚 甚至有些狼狈 但是夜沉又不敢随意 将脊灵送走 脊灵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万一白坤长老暗中出手 那今日的一切都白费了 就在夜沉烦恼之际 夜沉的耳边响起了一道声音 徒儿 你手中的女娃体质特殊 再加上她生命力虚弱 又被魂族封印 倒是可以放入轮回墓地 夜沉一正 虽然不明白轮回墓地 什么时候可以放活人 但是现在她显然顾不了这么多 直接点头答应 吉林 我先送你到一个地方 很安全 相信我 我会带你离开的 夜沉也不管吉林能不能听到 直接将吉林放入了轮回墓地之中 轮回墓地内 兵剑先尊 月光佛和日光佛 同时输送力量给夜沉 渐渐地 要是否也将自己的力量输送给了夜沉 他们知道 今日可能是夜沉目前面对的最大劫难 夜沉面对的敌人太过恐怖了 根本不是现在的她可以抗衡的 唯有输送力量 才能让夜沉活下来 这可能会有极大的代价 但是也会是极大的机缘 就看夜沉如何掌控 三重大阵 堪比一个弱小的中等宗派的力量 在全力猛攻夜沉 八位河道境强者为首 十八位混元境护法为辅 一百八十位神王境弟子输送力量 欲要将夜沉直接击杀 阵法幻化出无数天龙和凤凰 不顾一切的厮杀过去 夜沉只能勉强支持 恐怕用不了多久 便会战败陨落 随着各种爆裂声和光滑闪烁 边上的神龙家族的万剑地宫 都对夜沉起了极大的兴趣 这个夜市天 胆子不小 还真狂妄啊 龙傲都不禁感慨一句 入神境七层天 居然爆发出 河道境一层天的战力 虽然有兵器加持 但毫无疑问 他背后有些强者在支持他 否则 此刻他已经是个尸体了 就是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人在支持他 他看向了白霜龙尊问道 姑姑 你觉得呢 白霜龙尊微微眨眼 凝视着夜沉 一人抵挡这么多强者的猛攻 眼中也露出一抹认可之意 言道 若神境七层天 有不少宝物 甚至可能有强者封印在他体内的 以他的境界和肉身 跨越一个大境界 匹敌 或者击杀神王境七层天 不成问题 但是想要活着走出去 很难 入神境七层天 将三条大道修炼到如此恐怖的程度 更将肉身锤炼到了化缸漆五阶 寻常而言 入神境七层天应该是金身霸体七阶 但夜视天却是化缸漆五阶 如果说是来自于大势力 那锻造化缸漆肉身的资源 便可以解释了 若不是来自于大势力 那么想要锻造出远超境界的肉身 必然需要很多的资源 而那些资源毫无疑问是抢的 这样的青年能抢夺这么多的资源 也足以证明其能力和果断 狠辣的程度是个可造之才 龙傲深深地看了一眼白霜龙尊 他可是从未听说姑姑如此夸人 随后他的目光落在夜视天的身上 密法而已 夜视天 你和我差距便是天窃 可惜你要陨落了 不然我倒是可以教你做人 不光神龙家族对夜晨感兴趣 一边的万剑帝宫反应更为强烈 这青年我怎么感觉有些熟悉 万剑帝宫的王清爵低头看着手中的长剑 渐渐言语道 为什么我感觉他的剑法 有我万剑帝宫的影子呢 没错 有些类似脱胎于我万剑帝宫的影子 难不成是我万剑帝宫某位长老的隐藏地责 青剑先尊都有些好奇 夜晨施展出来的功法很杂 当中便包括兵剑先尊的寒冰剑爵和时空剑爵 但只是一朝一世 并非彻底施展出全套剑爵 所以两位万剑帝宫优秀弟子和长老 都只是感觉到有些熟悉 但是说不上来 到底是怎么个熟悉法 他们也不知道 这小子和自己的门派有什么关联吗 近乎同一时间 一连串爆炸声传来 清晰可见 百余剑神王器爆炸开来 产生余波犹如核弹爆炸一般 顷刻间摧毁魂族十分之一的领地 包围夜晨的三重阵法 也应声破碎开来 随之而来 天穷中一条条神王道断裂 无数空间法则的力量一散开来 魂族180位参与围剿夜晨的弟子 在百剑神王器自爆的情况下 已然殒灭25人之多 其他人也皆身受重伤 十八位混员进护法 暴退数十步 才堪堪停下身形 唇角挂着鲜血 一脸不可思议的模样 好狠毒的小杂种 难怪敢闯我魂族啊 八位河道镜长老 各自退后一步 他们受到了冲击 但他们拥有虚体漆的肉身 暂且还不至于 会被神王器自爆而重创 但也受了不小的伤害 只是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不过自爆百剑神王器 手笔不小 该死了吧 眼尘消散 本来喘息的众人 呼吸彻底停滞了 眼球仿佛都要爆裂 没死 怎么可能 白昆长老神色大变 看见了从诸多混员仙器 和河道神器中 走出来的夜沉 居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伤 这是引爆神王器后 又用其他兵器辅助自身 所以没死 但是 他引爆这么多神王器 怎么可能没有被反噬到啊 也是天 你今天不死都得死啊 所有人给我上 白昆长老看着那些陨落 遭受重创的魂族弟子 没有感觉到可惜 反而是感觉自己的威严 被彻底的挑战到了 自己调动这么多人出手 反而还被弄死这么多弟子 甚至斩杀三位混员境护法 要是打不死夜市天 他的脸面何在 全都一起上 你们魂族算什么东西 想要杀我 那就要有同归于尽的准备 夜沉擦拭唇角鲜血 周身气息也减弱下来 大概只剩下混员境五层天的气息站立了 他的肉身很疼 但是他没有半点痛苦的样子 反而意气风发 他丝毫无惧 振臂一呼 周身闪烁出无穷无尽的光泽 不住大笑道 既然老子活不下去 你们都别想好过 所有战魁 神兵 出来吧 我自爆战魁和神兵 炸也给你们炸死 顷刻间 数百余道光泽冲天而出 五百七十位入神境战魁 一百二十七位神王境战魁 十八具混员境战魁 外加上一千三百柄仙气 八百五十七柄神王气 十八柄混员仙气 两柄河道神气 同时间悬浮在夜沉周身 并且闪烁出极致的光滑 恐怕下一刻便要爆裂开来了 看见如此场景 魂族众人赶忙停手 哪怕是八位河道境长老 都决连退出去 不敢硬碰硬 疯子 这夜市天就是彻彻底底的疯子 这完全是要同归于尽呢 到时候 整个魂族都可能不复存在 哪怕神龙家族和万贱地公 必然也要承受恐怖的损失啊 一群废物 居然跑了 老子告诉你们 老子洗劫一百个宗派的弟子 积累下来了这些宝物 别的不说 媲美两三个下等宗派的底蕴 是足够的 夜沉哪怕伤势再重 依旧狂妄地大笑 他在读 堵所有人畏惧 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一个人 却是大错特错